大家好,我是亮亮 今天下午洋妆正好 我在办公室前面的窗台上放的一溜肉肉 看上去状态很不错 这几盆肉肉都是在夏天快挂掉的 我带到这里来,放在眼皮子底下 希望它们能长得好一些 这盆白月影,原来整个盆是满的 空缺的这一块就是黑浮调的头 现在看其他的几个头活得还都挺不错 这盆鸡娃娃当初底下的一圈叶子都黑浮了 现在中心叶片也长出了红红的小尖尖了 这原来是一盆小金控 现在在我养的直下好像长得有点大了 原来它特别小的时候我一直没认出它是什么 苍长大一点我才认出它原来是三色颈椎画 这个小小的追画头看着很是可爱 这盆小小盆的红粉佳人看着很是可怜 雾零零的,完全没有了家人的样子 这个拼盆应该是我当初刚开始学习摇肉肉的时候的一个实验品 那个时候手里的肉肉也都是一些 从网上十块钱三四十克的那种小苗 于是也不认识品种 拿了几个来就拼在了一起这么栽着 结果是它们长得也都不太好 所以我这次特意把它带到了办公室来养 这一根奥利维亚伤痕累累的杆子 就可是刚开始养肉的时候 我抱地露叶片露成这样的 结果就这样它今天看它上面居然它爆了好几个小仔 伤成这样它还能爆小仔 我真是佩服植物的生长能力和生命力 这一盆三色颈现在长得很漂亮 就是妆态还没有出来 要是叶边再来一圈红色的边边就更好看了 这一盆基隆月是当初我带的一堆基隆月的月片 在这里插的叶叉苗 现在密密麻麻的长了一盆 颜色也红艳艳的 我发现基隆月就是在叶叉苗的时候它是最好看的 这一颗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也是当初十元一堆中的一颗 是叫花月叶吗 这一小盆是一盆赠品 我也不太明白名字 是叫粉色回忆还是叫什么 但是它的形状我很喜欢 另外还不能忘了我这一大盆的叶叉苗 现在阳光下活得格外精深 阳光明媚 在公园里散步 心情格外的好 连耳边风叫的缠声似乎都没有那么讨厌 树林里树下厚厚的复制土想必是养花人的最爱 我的那盆叶叉苗就是在这里巴拉了半盆土 又掺了一些沙子 然后配成的 单位这里也没有什么山虫药和山菌药 我就直接把家里带来的一些砍头苗直接插了上去 这个花盆挺好 是最早的那种土桃花盆 就是形状难看了一点 但是养花用来是非常好的 昨天还和爸爸聊天 羊肉肉其实在某些方面说简单 但也非常简单 比如千叉 你只需要把剪下来的苗放在那里 你不用管它它都会生根 然后找一盆干干的土 把它直接插进去就可以 几乎都不用做太多的工作 这是两周前我那盆叶叉苗刚插好时候的样子 这期间我没给它浇过什么水 只是在雨里好好的淋了两场大雨 如果这盆在这里叶叉比较成功的话 下次再带一些来成叉吧 每天繁忙工作之余从冲外看出去 小小的肉肉能带给你一时的心情愉悦 也是工作之余的一点小小乐趣 那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再见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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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